县长李明珍会看草屯镇装石吊桥 包括立委许淑华、镇长简锦贤等都陪同 未来将改善吊桥、吊锁、主锁、锚定及灯光照明等设备 期许未来成为草屯新地标在线风华 县长李明珍22号协同立委许淑华 镇长简锦贤、立员李周中等人 会看双石吊桥改善工程 对于镇公所规划将改善及补强吊桥 表示肯定与支持 我那时候在草屯都用三年车 对这条吊桥经过已经要60年了 这一年我是希望丁党和管党 可以用这条吊桥中心来做起 我们这个变成的新经典 双石吊桥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 而且是还有在地情感的一座吊桥 那么镇公所我们也希望在我们乡亲的期待之下 可以尽快地把双石吊桥能够重新的设置完成 那么我们是希望把这一条吊桥装饰得更漂亮 更好看 更有卖点 林县长表示 这座桥林已于半世纪 桥长362公尺 原本是全台最长吊桥 近年缺乏维护设备相当可惜 这次汇干之后将尽数协助改善以及新增照明设备 包括整个钢手 整个条吊的固定 还有周边所有其他的油气以及停车场 炸得都整个好 但是阿姨真的经费庞大 我们县政府补助他一千万 另外一千万由公所自己来筹筹 希望把这个桥建造 改变成非常有卖点 吸引你的一座双石吊桥 另外 周边的一些工程如果再需要失色的话 我们也是请公所能够再提出来 民县长随后会开了双石吊桥 对于草屯镇公所规划赤支两千万元 补强吊桥吊锁以及灯光照明等设备 幸福将补助镇公所所需要的半数 及一千万元经费 协助发报 期盼未来蜕变成夜景闪亮遥远的新地标 真正风华在线 记者曾光佑 曹春正 采访报导